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 当年中国最顶级的部队 蒋校长的御林军和日军装备火力对比 我们先看日军 一个排有三个制弹桶 一个连配备一到两艇重机枪 一到两门返击炮 一个营配备两到四门九二十步兵炮 四到八艇重机枪 外加两门山炮 一个团有四门四一式山炮 或六到八门九二步兵炮 六门三十七毫米的反坦克炮 而一个尸团 仅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就有十二门 校长最拿得出手的重武器 就是仅有的二十四门 从德国购买的榴弹炮 而当年就是工业强国的日本 其海空军在中国军队面前 一直上演上帝视角 略见两百毫米大口径的舰炮一炮下来 中国军队整连整排的牺牲 更别说日军还有大量先进的战机轰炸机 有人说武器是很重要 但打仗主要还得看人 不错 那我们从中日单兵能力来看 日军普通士兵人手一本从军日记 他们甚至能够绘制作战地图 在宝山和我们作战的时候 留下的这个攻势地图 就是中国军队在什么地方 那个日军军队在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呢 就当时的哪怕一个日本士兵 他也能够画这样的图 而当时中国的士兵 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这其实就反映了 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 当时教育上面的差别 1937年8月23日 松户会战进行的第十天 日军两个师团增援抵达上海 惨烈的反登陆战打响了 日军第十一师团 一万余人从川沙口 狮子林登陆 第三师团同时在无松口登陆 终日双方在上海的局势瞬间逆准 还在南乡的总司令张志忠心急如索 甚至在半道上抓了传令兵的自行车 亲自穿越敌人火线 去87师事故送行 这让87师师长十分感动 总司令不惧生死 亲自送行 因为局势已经十分危急 张志忠下令87师一半的兵力 加上教导领队一个团 急急增援武松 同时下令刚刚抵达上海的 十一师增援罗电 务必顶住登陆日军 但日军飞机却不断阻击增援路 有的部队甚至还没赶到阻击地 士兵就已经伤亡过半 日军两个师团全部登陆后 向刘河 罗电 宝山 无松一线推进 一旦日军将门脚跟建立滩头阵地 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不测 包围市区作战的中国军队 淞沐战场局势岌岌可畏 校长坐不住 紧急任命武辅上将之一的陈诚 火速前往上海阻击登陆日军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围攻市区日军的 张志忠第九级团军侧队 陈诚是校长的心腹爱子 他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锐之师 陈诚派出心腹第十八军辅速支援 上海的冲击平原到处是淤泥场 但十八军第十一师应是一夜更新 拼命抵达罗电部防 但他们刚进入战场就遇到了大麻 因为1932年中日签订的松阔停战协议 规定上海不能有中国军队 这也造成上海郊外 根本没有任何永久性的国防攻势 就连豆腐渣工程都没 十一师只能陷娃 可是战士们积铁敲下去 就有地下水冒出 根本没法构筑像样的防御攻势 对地里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 上海地处冲击平原一马平川 想找个山头都很爱 尤其是在无松口方向 临近大海根本无险何时 却最有利日海军和航空兵发挥优势 平原作战国军一旦走击 日军大口径箭炮一下就能给你们推武 这是当年一段真实影响 可以很清楚看到 国军修筑的战壕很浅 攻势十分简陋 掩体内即没有可攻建筑的木材 又缺乏坚固的支撑 一旦遭遇日军炮击 尤其是日军的重炮和箭炮 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加上战壕里的水永远清雇 战士们经常站在水里作战 有些老兵不愿待在泥水中 结果全身暴露在外面 被日军枪炮榴弹锁伤者不计其数 而中国军队拥有 只有血战到底的决心 国军王排军与日军甲种师团 熬战两天两夜 从川沙登陆的日军被消灭四百 日军一名师团高级参谋阵争亡 从吴松口登陆的日军被消灭三百 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 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战斗力竟 而是日军在中国极少遇到这么顽强的抵抗 交送的日军甲种师团也没料 在松户战场会遇到如此强悍的对手 而这只是松户会战的开端 1937年8月底 中国军队在运走汪以北 长江南岸的吴松 宝山 岳谷 洋航四点之间 构筑一个菱形防御地 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阵地战 日军的主要策略就是以主要兵力 拿下国军中心阵地 然后再向两翼卷积 所以中间的宝山系 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地点之一 九月宝山告急 陈诚下令98师派部队私收宝山 98师292旅583团三营姚子清奉命接防 日军第三师团将宝山合围后 不仅派出军舰轰炸 还调用飞机战车进攻 师长下处中只给他们一个命 战至一兵一族一须故事 是与城池共同亡 悲壮的宝山保卫战 三营最终除了一名空训 所有战士及营长姚子清壮烈训练 宝山陷落后陈诚曾写下这样的动作 无论若不 英本有我无敌之训练 其余的意思就是 打剩一个营你就是营长 剩一个班你就是班长 人在阵地战 绝不后退半顾 死守阵地 一直到战死 宝山保卫战 也是整个松户贵战死守的态势 就是外人的人 你就是外人的国人